第六百三十一集 一片孤城 白礼盛站起身内朝众人拱了拱手 诸位 我们生是帝国的兵 死是帝国的魂 此战死则死意 绝不可卖国求生 侯爷说得在理啊 可宋伯康诬陷我们勾结戎族 我们就算死在此地 也一样要背负千古骂名啊 我们做的事 我们自己知道 我是帝国的兵 如今也只能求个问心无愧 如果能破掉此局 我们就去长安 向朝廷讨一个公道 白礼盛其实无所谓 对朝廷的忠心 如果有可能的话 他也想趁着乱世 谋求自己最大的利益 想要争一争这天下 就算没机会 接触到那至高无上的地位 也能求个猎土封王 实在是这些年过去了 李氏皇族把人心丢得一干二净啊 不过不忠于朝廷未必代表不忠于帝国呀 你真让他去投靠戎族 帮戎族打大武朝 他也不屑为之 一席话 白礼盛确定此战目的 求援是不可能了 附近也不会有人支援他们粮草 白礼盛的目的只有一个 突破重围一路打到长安 向朝廷讨个公道 庙堂之上的勾心斗角 常明这些人不明白 白礼盛明白啊 自己是将军府的人 变相也就相当于是李月天的人 但宋伯康敢向自己动手 定然已做好万全的准备 要么是相府和将军府已达成某种交易 也或许是帝国皇帝 已经无法控制相府的势力扩张 无论如何 整个帝国已经无人在乎自己的生死 棋盘上的棋子被下棋者抛弃之后 只能靠自己拼出一条活路了 下定决心后 白礼盛打开城门 带着三千兵丁出城 在宋伯康的大营前叫阵 宋伯康得到消息 亲自来到园门 看到白礼盛骑着一匹乌锥马 手持两杆钢鞭 在那耀武扬威 听说白礼侯爷也有些武艺在身 只不过在长安一直没机会见到他出手 也不知武艺如何 听闻宋伯康的话 在梁州城负责军事要务的戴白开口问 皇上 他们在阵前叫阵 咱们打祸不打 差人出去 会一会百里侯爷的武艺 如今的宋伯康胜券在握 说话也自信许多 一匹快马冲出原门 奔向百里生 快行到他面前之时 把战马勒住 本侯爷手下不死无名之鬼 来将报上名来 本将军乃是武威城先锋官 吕亮 逆贼 见到本将官还不快快纳命来 哈哈哈哈 逆贼 逆贼 本侯爷倒是成了逆贼 好好好 你来让侯爷我 斩了你的人头 吕亮拍马弓来 一柄大刀轮开了 斩的是白里生的脑袋 两匹战马交错而过 兵器在空中相撞 却是谁也没占得便宜 拨转马头再战 二人纠缠在一处 忽然间白里生卖了个破绽 引得吕亮招式用脑 正是旧力用尽 心力卫生之时 梁炳钢鞭照着吕亮脑门 就砸下来了 就听咔嚓一声 这吕亮的天灵盖 就被砸了个稀巴烂 一头栽落马下 流出红白之物 狼山官这方齐声叫好 挥舞着兵器 发出阵阵怪叫 一时间士气大振 而戴白却也倒抽了口凉气 他也曾听闻 这位来自长安的侯爷 花天酒地是棉花素柳 却是位风流人物 但未曾想 竟有如此硬朗的身手 却是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 宋伯康倒对此不以为然 战场上的胜负 可不是由说 大将之间的交锋来决定的 果真如此的话 那战争也太简单了 还要兵干什么呀 现在白里生已经陷入绝地 所以他才不得不拼命 然而宋伯康 占据着全部优势 所以能够从容不破 白里侯爷倒是毫无意 谁有把握去胜他 金城阳武请令 末将院去会他 阳武来自金城 也有不错的身手 宋伯康挥挥手 许他出阵 阳武拍马出阵 与白里生就站在一处 双方倒是棋逢对手 将于良才 最后还是白里胜更凶狠 一边将阳武击落马下 随即这阳武被守下亲兵 抢回本营 白里胜连败两员大将 几方士气大阵 宋伯康一方难免垂头丧气 此刻就连宋伯康也皱起眉头 这白里胜竟强得超乎想象啊 如果无人能胜得了他 对几方士气可是巨大打击 戴白 还有谁能出阵 去击败白里胜 戴白面有难受 这也暴露了宋伯康的一个软肋了 他手下兵强马壮武器精良 粮草充玉 粮州骑兵 在整个帝国战斗力也算是强的 然而宋伯康手中 并没有拿得出手的大将啊 现如今面对啊 敌将讨战的局面倒是不好应付 皇上 属下宝举一人 定能胜过白里胜 谁 赵将军 快去请赵将军 赵子龙就在左近 能成为战场上的不败将军 他对战争倒是蛮感兴趣 被人带到了园门之前 宋伯康开口说道 赵将军 你可看到那贼人耀武扬威 在阵前叫骂 气焰十分嚣张 还请赵将军出战 灭一灭他的威风 赵子龙远远望了一眼 表情有些尴尬 他若亲自出阵 自信胜过白里胜不难 可他本就是过来摸鱼的呀 不愿为宋伯康出力 而假装败给白里胜 他不败将军的战绩 可并不希望为了宋伯康而被打破 那个 抱歉 我病了 怕是无法出阵 这赵子龙本就不是袁华之人 这仨巨黄也是死板得很 没任何说服力 病了 什么病 风寒 看着赵子龙那红润的脸盘 撞得跟头小牛犊子似的 宋伯康那此刻也没有和赵子龙撕破脸的心思 如果真撕破了脸 让程大雷和白里胜连起手来 梁州威夷啊 如此他只能强压下火气 赵将军病了 就好好休息 杨豪身体要紧 回过头来却是满脸杀气 口中爆喝一声 谁可出战 王相 末将冤枉 就见一人催马出了本阵 此人乃是宋伯康首下大将 名唤徐同 十一柄大锤 双臂有千军之力 宋伯康一声令下 这徐同跨下枣红马 冲出本阵 与白里胜站在一处 赵子龙装兵不战 但此刻可并未离去 同样在原门观战 远远看着打斗的二人 嘴角抿起 发出一道痴笑 宋伯康可就在旁边啊 他一机灵 不是你这笑声是几个意思啊 第六百三十二集 绝地 白里胜并没有宋伯康想象中那么强 至少没表现出来的那么强 他在长安时啊 那是养尊处优 很少有与人动手的机会 虽然后来被派到梁州边关 但也主要负责统帅之职 也不经常武枪弄棒 然而宋伯康说的不错 今日是百里胜的绝地 他没办法从容不破 只能拼命啊 哪怕他胜一百次 其实也伤不到宋伯康的根本 但只要输一次 就无回天之力了 与徐同之决斗 已经是他的极限 连胜两场 已经耗尽了他的体力 况且徐同本就力大无穷 一柄铜锤轮起来 杀鸡赫赫 百里胜根本无法应接 只能一味必让 招招凶险 稍有不慎脑袋 就得被人砸成稀巴烂的 难道自己 当真要死在此地吗 脑海之中冒出这想法 百里胜的心情 倒是平静下来了 死则死矣 拼了性命不要又能如何 体内仿佛有股莫名的力量涌起 强撑着他进攻徐同 手中双边挥起 就砸向徐同脑门 徐同此刻大锤已然轮了出去 此刻可收不回来了 在百里胜面前可就露出了破绽 耳轮中就听得两声闷响 这徐同就被砸了个万朵桃花开 郎山关的人马 顿时发出阵阵狂呼 宋伯康就一机领了 又败了 百里胜当真如此了得吗 赵子龙微微点头 点凭刚才战斗得失 徐同太过急躁 他立即抢过百里胜 就该守好门户 太过贪尽了 宋伯康看着赵子龙 当真跟吃了苍蝇般恶心呢 你如此本事 为什么你不肯出手啊 你现在说上风凉话了 此时此刻 百里胜已领着兵马就沙江过来 想要借着连战连胜的士气突围 杀过来了 杀过来了 快退 快退 赵子龙拨转马头立刻后车 他可不想卷入这场乱战之中 宋伯康也只好跟着赵子龙一块后车 他是军中主帅 不能冒险呢 况且他也不想和百里胜站在一处 完全没那必要 双方战事交锋 宋伯康的军队却是避而不战 百里胜领兵冲杀而来 但宋伯康布下重兵 他虽然站得上风 却根本冲不出对方的包围圈 最后只能无可奈何地选择退兵 又退回到狼山关中 此战过后 宋伯康再不与百里胜交锋 任凭他在阵前叫骂 只是高挂免战牌是避而不战 虽然百里胜在将战之中占了上风 但他的粮草却不能支撑他继续战斗 时间没过去一日 他便向地狱迈进一步 而此战消息很快由赵子龙率领的龙子军 传到了承大雷耳中 最近承大雷一直留在朔方城 一面关注着百里胜和宋伯康的战斗 但主要精力还是放在朔方城的经营上 百里胜已是行将就莫 撑不了多久了 承大雷和声赵子龙差人送来的情报 一声长叹 心里边也想起了与百里胜过往交情 这承大雷不得不承认 百里胜啊并不招人厌 宋伯康还一心只想着从乱世中谋取利益 相比之下 这百里胜倒更像是个军人 消灭掉百里胜后 怕宋伯康的目标就要针对我们呢 和声最近也常驻朔方城 蛤蟆城一切已迈入正轨 有他没他也都差不多 但朔方城需要他做的事可太多了 他有这个心也未必有这个力 他可没取蛤蟆城的本事 朔方城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最近不断有流明涌入 据苦字队得到的情报 这暗中还是宋伯康推动的 也不知他打的什么主意 长大雷骤起霉来 隐隐觉着宋伯康怕是没安什么好心呢 最近他已安排训练人手 展开针对自己的洗白计划 不过一切需要时间 正是行动尚未展开 有人来终究是好事 这些人情况如何呢 流明骂 其中多有不义的恶徒 但对我们来说问题不大 现在正是春更 我已安排他们在城外开荒 等过了今年秋天 便可以保证自己自足 多余的粮食也能补充我们 然而 撑到秋天需要的粮食 还是太多了 消耗太大 宋伯康还是低估了 承大雷的组织能力 对付流明 他已有经验 他本身就山贼出身 承大雷还收拾不了几个恶徒和懒汉 不过这些人呢 每天都在消耗粮食 却也是真事啊 再任其发展下去 虽然不至于耗尽 蛤蟆城的粮草 但终究对承大雷情况不利 宋伯康那边还得盯着 看局势如何发展 说不得还会有变数 另外让苦字队打探一下 方圆有没有能动手的势力 蛤蟆城存粮不能再消耗了 得想办法开圆呢 承大雷在朔方城中溜达着 城中房屋正在修气 这件工程完成之后 还得修补城墙 城外开荒种田 以及开掘河道 有建筑精通技能的加成啊 工程进度很快 原先一座死气沉沉的空城 如今渐渐有了人气了 但究竟是欣欣向荣 还是昙花一现 如今还说不好 承大雷闲逛之时 刘发财正在与城中居民驯化 承大雷想错了 这刘发财也并非是 一点用处没有 他妖言惑众的属性 正好适应现在的场合 狠狠地忽悠这帮人 乱世之时当用重点 处理起那些个作奸犯科之徒 承大雷也绝不手软 如此双管齐下 涌入城中的流民 也都被妥善安置 也没有闹出什么乱子 朔方城人口突破一万 恭喜完成任务 承大雷收到系统提示 接连流民涌入 城内人口不断增长 不过几日光景 已经完成任务了 承大雷又回到城主府 把门仔细地关好 清点自己的收获 寻找华氏一族的任务完成后 承大雷还获得了一次抽奖机会 只是一直没用 他也是担心自己那 隐藏属性发作 再召唤出了不得的敌人来 这次完成人口扩充任务之后 承大雷又收获一次抽奖机会 现在承大雷手握两次抽奖机会 握在手中不用 总是有点心痒难耐 今日晴空万里 是个好天气 承大雷咬咬牙狠狠心 决定抽奖 那扭蛋机一样的物事 在脑海之中出现 随之承大雷便收到了一条系统提示 恭喜获得作物生长加速机能 使用次数一 第六百三十三集 玉麒麟 恭喜获得作物生长加速机能 使用次数一 承大雷琢磨着这次收获的系统奖励 使用次数只有一次 限制是田地面积一千顷 至于加快作物生长的进度 能加快多少 承大雷目前不知道 只用使用过后才能明白具体效果 但估计不能达到招重吸收 否则的话也太过匪夷所思了 承大雷忽然觉着 这系统怎么变得大风起来了 你就比如这次系统抽奖 那就十分管用了 等核曲挖好种子入土 自己便可施展技能 有这千顷之田的丰收 朔方城就能卖过第一道坎啊 万事开头难 第一道关渡过之后 那后边的事就会变得十分顺利了 承大雷不禁奇怪 莫非系统转了性了 还是说自己已经脱飞入欧了 目前手中还握着一次抽奖次数 此时不用更待何时啊 那扭蛋机一样的抽奖机器 再次在脑海之中出现 不多时又收到一条系统提示 恭喜获得 学士谋士 杨国忠 承大雷手托额头 刚才的好心情荡然无存 杨国忠啊 大唐宰相 能力方面不用怀疑 可像一国之人 治理小小一座城池 实在是轻而易举 手拿把架 不过此人也是个反面抉择呀 果然那暴恶属性依旧在发挥作用 系统依然没有转性 暴恶属性生效 随即出示 绝世山贼 卢俊逸 长达来一阵无语 梁山伯第二把交椅 号称枪棒无双 这人妥妥的正面角色呀 却也不知他会花落谁家 话说史文公还在自己手里呢 假若二人碰在一处 也不知究竟会适何情形啊 不过话说回来 那杨国中的妹妹可是四大美女之一 那位祸国殃民的红颜祸水 却也不知他这次会不会一起出世 程达来心中忽然有些期待 盼着杨国中尽早来 却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出现 却说夜间 郎山关灯火通明 与宋伯康交战几次之后 对方啊就避而不战 郎山关此刻已岌岌可危 距离断梁的最后关头也越来越近 百里盛派人发动过一次夜袭 但是依然没有成功突围 左臂还中了一箭 侯爷 不如我们向草原转移 内力防守的兵力少一些 我们转移草原 可以暂时度过眼前的危机 向草原转移 等于将郎山关的险地拱手让人 况进入草原后 我们的粮草依旧接济不上 到时候只能成为无家之犬 任敌人宰杀 侯爷 那你说该怎么办 咱们的粮草最多只能支撑三天 把粮食发下去 每人携带三天干粮 今夜决战 所有人被白礼圣散发出的杀气震慑住了 此刻他再没了半点京城风流侯爷的样子 撇清这一张脸 面目猙獰如亡命图 郎山关灯火通明 三万将士列阵完毕 每人携带着三天的干粮 以做突围使用 白礼圣一身戎装 骑在乌锥马上 目光缓缓扫过众人 诸位兄弟 今日我们已是绝地 帝国之大 却以吾我等兄弟容身之处 我们能做的 也只有舍了这条性命不要 今夜会有很多兄弟死 包括我也会死 但如果有兄弟活着 就杀到长安城 替死去的弟兄讨个公道 杀到长安 讨回公道 白礼圣点了点头 口中吐出两字 出发 赵子龙这时候也没休息 他虽然装病不战 却密切关注这一战的发展态势 某些事是讲天赋的呀 赵子龙就是个有天赋的人 他明白战场之上没有绝对的胜 也没有绝对的伴 瞬息万变的战场 影响胜负的东西太多了 忽然就听圆门外传来一阵喊杀之声 一名小笑闯进了大仗 报 狼山关西阳 这次似乎是全军出动 算这也该来了 赵子龙点了点头 传令下去 所有人上马 遵我号令行事 无我命令 不可以与敌人接触 是 龙字军反应迅速 等他们集结完毕 撤到大军侧翼的时候 宋伯康才慌忙地穿好衣服 这次可不同上次夜戏 这次白礼圣是抱着决一死战的心思 因为大家都知道 如果再冲不出去 面前就只剩下死路一条了 恶都得把他们恶死 那这种形势之下 自然是人人拼命各个争奸 抱着一枪奋勇于敌人厮杀 宋伯康的大军没料到 对方如此决绝 应对之上更显得慌张 宋伯康局目四望 所见的都是一团乱糟糟的厮杀 倒也不是完全乱象 有一支军队就保持完整阵型 可惜啊 那是赵子龙率领的龙子军 他们一早就脱离了战场 立在远处高坡上观战 这还真是来看戏的 这是出人不出力啊 宋伯康一时间气得怒火翻腾 可此时此刻也没时间考虑这些 急忙下令组织军队阻止白里圣突围 将军 假如白里圣突围成功 咱们要不要出手拦一拦 突围 赵子龙端坐马上连连摇头 我看难哦 夜里发生的乱战 相互厮杀在一起 但宋伯康出动的兵力是白里圣的数倍啊 白里圣虽然一枪破斧陈州 可无奈敌众我寡 他挣脱不开这牢笼 赵子龙一边观战一边说道 梁州兵势大 虽然应对狼狈 但根基未乱 就算暂时失利 也能稳住局势 白里圣想要突围 怕是九死一生 就算有人可以突出去 也不过是一帮残兵败将而已 做不得什么大事 就在此时 打东南方向突然杀出一人 他骑着一匹高头大马 手中一杆金枪斜刺里冲杀而来 几乎他刚出现 赵子龙的视线就落在他身上了 他吸引了赵子龙所有的注意力 这匹快马闯过人群 马上冲杀到白里圣面前 挥枪将四周兵丁杀退 白里侯爷 某家特来投靠 见此人如此无勇 白里圣一开始吓了一跳 却没想到此人竟是来投靠自己来了 不是这人有病吗 现在自己这都穷途末路了 还有人来投靠 那个你是 某家卢俊逸 江湖上的弟兄都换我 就见此人一枪横扫 周围就一片惨叫 欲其林 第六百三十四集 那人确实一条好汉 白里圣有些糊涂 他在京城的傅家公子间 很有人缘 同样 政敌也不少 也并未与谁有过过命的交情 此时此刻 自己乃是身处绝地 谁来谁死 为何无端端有人在此刻前来投靠自己 但现在可不是讲这些的时候 黑天半夜好顿厮杀 先带人冲杀出去要紧呢 至于这卢俊逸究竟所为何来 活过今日再问不知 再看那欲其林卢俊逸啊 好俊的武艺 身高九尺有鱼 手使一条金钻提炉枪 夸下九花大马 在战阵之中厮杀 宛若下山猛虎出海蛟龙 深周十步之内 无一人是他议和之将 兄弟们 由我冲 白里圣没料到 这卢俊逸竟然有如此了得的武艺 只想对苍雄狂唬一声 天不枉我 他口中高鹤一声 朝外就冲 陷入绝境的士兵们 人人抱着必死决心 一时间气势如虹 锐不可当 赵子龙的副将 伸手点指远处 将军 他们要突围成功了 赵子龙点了点头 目光始终落在 卢俊逸的身上 那人确是一条好汉 白里圣拼死冲杀 竟硬生生地 将严密的包围圈 撞出个缺口了 宋伯康也没想到 会有这一幕发生 立刻下令堵住缺口 将白里圣所率的 队伍赶尽杀绝 双方士兵厮杀一处 一时间惨叫声 喊上杀声就响成一片了 白里圣在 卢俊逸的护持之下 突出了包围圈 宋伯康命令士兵拦截 可谁又会是 卢俊逸的一招之敌啊 此刻高坡之上的 赵子龙吩咐一声 你们在此地按住阵脚 不要轻举妄动 受下遵命 副将答应一声 忽然一正 将军 你要去做什么 却见赵子龙 双腿一甲马腹 胯下战马 从草坡之上就冲了下去 再说卢俊逸 带着白里圣朝外冲杀 却见远处一员小将 一阵风似的朝这边冲杀而来 黑天半夜也瞧不清楚 可关键是 这赵子龙太显眼了 白亏白甲白皮靠 身披着白色大肠 手持亮音枪 坐下一匹白龙马 这卢俊逸 想不注意也不容易 来若急急之风 乱军纠缠一处 却根本无法对赵子龙 形成有效阻拦 眨眼间 他就冲到了 卢俊逸的面前 赵子龙横枪立马 好汉留步 接我一枪 来 卢俊逸虽惊不惧 挺枪朝赵子龙冲来 就听啊 唐唐一声 两杆大枪撞在一处 赵子龙暗心惊 此人好大的力气啊 明知对手强大 他却没半点怕的心思 反而激起了他好战之心 抖擞精神 两银枪施展开来 白鸟嘲讽枪施展到极致 一枪刺出 宛若千万条枪同时投出 空气被撕裂发出阵阵鸣声 但就算这赵子龙拿出全部实力 可是三招两世间 竟然也奈何不了这卢俊逸 对手防的是滴水不漏 圆润自在 不漏半分破绽 如果一枪不够就再来一枪 如果不够快那就再快一点 赵子龙正色起来 枪法更加伶俐 不够快不够快不够快 冥冥之中赵子龙觉着 自己已然摸到了极限 进一步便可破开平静 破而后生 走了 可在此时白鲤慎口中大吼 眼前局面实在不是恋战之实啊 卢俊逸狠狠催了一声 再有片刻 他想胜过赵子龙不难 但此时此刻突围要紧 再不走宋伯康的追兵 可就冲过来了 奋起长江击退赵子龙 朝他一抱拳 娃娃 今日先放你嘛 赵子龙心中叹息 他虽然很想和这等高手 交手切磋一番 但他也并不想拦阻百里生 从而变相帮助宋伯康啊 山高路远 日后再绝个胜负 赵子龙并未纠缠 倒是出乎了卢俊逸的预料 他临走之前望了赵子龙一眼 拍马朝远处逃去 宋伯康掩着大军冲杀过来 赵将军 拦住他 拦住他 赵将军 你怎么不拦住他 敌人强悍 赵某拼力阻拦 不是其对手 赵子龙说的可不是谎话 倒不是说历史上 这赵子龙打不过卢俊逸 但目前你别忘了 这赵子龙只是一个年轻小伙 卢俊逸乃是个求然大汉 而且在境界上 和卢俊逸有着差距呢 再打下去 输的一定是他 没想到我没想到 你这细皮嫩肉的小白脸也会扯谎啊 果然 从蛤蟆城出来的没一个好东西 皇上 属下愿意领一只兵马 前去阻击敌军 好 你速速前去 一定将他们拦住 将敌军全部歼灭 属下遵命 戴白领着梁州城的精锐骑兵就冲出去了 宋伯康忧心忡忡 事情的变化出乎了他的预料 王上勿要担心 带将军前去 一定不会有问题的 宋伯康点了点头 赵将军 你的病没事了 呃 这个 赵子龙突然捂着胸口就咳嗽起来了 王上不问 我倒是忘了 刚才一心阻拦敌人 却忘了自己是带病之气 眼前敌军主力已经被歼灭 剩下的只是些漏网之语 王上 赵某暂时告退 若有用得饶在下的地方 请与我家大当家说话 宋伯康瞥了他一眼 不是很愿意搭理他 他开始组织人手清扫战场 天快亮的时候 戴白领着队回来了 怎样 将敌人消灭了没有 宋伯康迫不及待啊 可一见戴白那样子 他就知道自己不该问 戴白是丢盔弃甲 身后领着一支残兵败将 结果如何 不问自明 戴白垂着头一脸惭愧 属下追上白立胜 与他打了一掌 可敌军强悍 属下实在是 宋伯康冷哼一声 表情极其不快 不过这件事也怪不得戴白 谁也没想到百里盛在绝地 竟然能够突围而出啊 报 一名小孝急报而来 王上 大事不好 宋伯康就一个机灵 自己现在都这样呢 还能有什么情况比现在更糟糕啊 发生什么事了 那个赵将军闯入狼山关 抢了一批自重武器 大摇大摆走了 什么 宋伯康一惊 顿时是恨得咬牙切齿啊 这赵子龙不愧是做山贼的出身啊 什么时候都忘不了抢一手 一批兵器自然不会对宋伯康有损 关键是这件事让他恶心毒心的 不过现在他还不想和承大雷斯破脸 也没这能力 只能先把这口恶气染下去 第六百三十五集 纵使相逢 鹰不食 黎明天江亮未亮 草原上一片血腥味 尸体倒在地上 率其东倒西歪 血从尸体中流出 将土壤染成红色 白礼圣骑在战马上 目光打亮着这一幕 败兵聚在他周围 人人表情肃穆 眼神中除了愤怒就只剩下愤怒 侯爷 目前咱们还有五千人 长明知递过了一瓢水 侯爷 先喝些水 水灌入喉咙 白礼圣才发现 这嗓子跟火烧火燎一般疼啊 昨夜一场血战 郎山关三万将士 如今只剩下眼前这五千来人 其他人要么战死 要么变成溃兵逃散 虽然突围成功 但这无疑是场惨败啊 也亏得卢俊义及时出现 不然的话 怕是得全军覆没 连这五千人也保不住 白礼圣已经和卢俊义聊过 据他自己所说 他祖吉亚是冀州人 曾经受过白礼家的恩惠 所以打冀州不远千里赶来投奔 没想到就碰到这种事了 关于他的来历啊 白礼圣总觉得有些奇怪 但也想不通奇怪在哪儿 不过眼下生死存亡关头 他也没时间去探究了 你还怀疑人家干啥 人家屠啥呀 你现在啥都没了 周围十几人围着他就问 侯爷 咱们下一步去哪里啊 白礼圣从一张张脸上扫够 他们大部分身上带伤 能从昨夜的血战之中突围而出 实在是幸运啊 他抬起头 目光看向东方 手中铁边一指 我们往东走 拿下梁州城 不 五千从血战之中活下来的儿郎 齐声怒吼 这宋伯康的确小瞧了白礼圣 同时也过分高估了自己 战场上瞬息万变 最终结果没出来之前 谁敢说自己铁定是胜利者 而一个人临死前 能爆发出怎样的潜力 确实也是无法估算得出来的呀 宋伯康就是因为没算到这一点 才令白礼圣突围而出 五千人虽然不多 但如果想搞事情的话 还是能搞出很多事啊 而他也算到了 白礼圣突围之后 第一个肯定是找梁州城的麻烦 自己以亲帅大军出征 梁州城由陆落作真 而陆落领兵打仗的本事实在是糟糕 但让他守城问题不大 白礼圣几乎不可能打下梁州城 但是怕万一啊 于是宋伯康也顾不得赵子龙 趁火打劫的事了 一边下令各营各城围追堵截白礼圣 一边率领大军赶紧朝回赶 双方以梁州为战场 展开了一场追逐战 都在赶时间 白礼圣胸怀一枪怒意 领着兵丁朝梁州城进去 侯爷 前面十里处就是蛤蟆城了 咱们要不要做什么 打高处远远望去 能依稀看到蛤蟆城的成功 在白礼圣心里边 第一恨的是宋伯康 第二恨的就是程大雷 他竟然敢和宋伯康 联手对付自己 完全不顾忌情谊 当然他自己 好像和他也没啥情谊 难道那你忘了 我在长安城送医之情吗 红桌银酒之仪吗 如果有可能的话 白礼圣是真想杀进蛤蟆城 来一场轰轰烈烈的屠城啊 但他之所以没那么做 并非是因为心中 还念着那点旧情 实在是蛤蟆城不好打呀 兵多将广 粮草堆积如山 自己这五千来人 想打蛤蟆城 无异于堂壁党居 匹服汉术 于是白礼圣 只能暂且压下雷霆之怒 强暗虎狼之威 暂时饶过程大雷 继续朝梁州城进军 报 前面发现一只人马 看身上穿着 似乎是蛤蟆城的人马 什么 难道他们也是来阻拦我等的 看着不像 对方只有三五百人 像是路过 小心提防 对方未出手之前 咱们万万不可先动手 是 史文公今天试往朔方城送粮 目前朔方城还不能保证自己自足 暂时需要蛤蟆城接迹 他将粮食送到朔方城 选择原路返回 报 将军 前面好像发现了狼山关的人 白礼圣率领的残兵败将 如同风魔一般 在梁州搞出很多事来 这些事史文公自然也知晓 现在宋伯康布下天罗帝王阻击他 自己也在拼命地往梁州城赶 但是却没想到 好巧不巧 让史文公在这碰上他了 史文公自从到了蛤蟆城一战都没打过 只能做些个运梁的差事 对他来讲这些日子自然有些无聊 不过崇大雷已经吩咐下来 不可与白礼圣交锋 他毕竟也不敢违抗军令啊 莫要惊慌 继续行军 敌不动 我不动 运梁队继续向前 正好和白礼圣队伍预声 双方相距大概百十步 却像是完全看不见对方似的 其实啊 两边人全都提心吊胆 白礼圣不想节外生枝 史文公见对方人数远超自己 也不敢动手 两支队伍就这么擦肩而过 心脏都在胸口提着呢 无意中 史文公的眼神从对方中扫过 目光可就落在卢俊逸身上了 恰恰卢俊逸此刻的目光也正看向他 双方目光交汇 隐隐都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心中同时冒出一个想法 这条汉子我打哪儿见过 双方交错而过 在目光看不见对方背影之后 两人同时松了口气 过了蛤蟆城 其实距离梁州城就不远了 白礼圣下令吉兴军 费了半日光景赶到梁州城下 此刻宋伯康大军还未返回 坐镇梁州城的乃是陆洛 白礼圣一刻都不听了 立刻下令攻城 士兵旱不畏死 一味猛攻 都想起被围城的屈辱和兄弟们惨死的愤怒 如此攻城 却给梁州城带来巨大压力 陆洛又不是有统兵吃能的人 一时间手忙脚乱 城门闲些被攻破 以白礼圣的愤怒 攻下梁州城必然是一场血腥屠杀 到时梁州城的局势啊 怕是还得天翻地覆 但是梁州城城高强厚 他想一时半刻打下来也是痴心妄想啊 就在双方混战之时 宋伯康率领大军杀回来了 白礼圣父辈受敌 丢卸一些同伴尸体之后 别无他法 率领残部狼狈逃窜 下一个目标 长安城 第六百三十六集 杨加油女 卫长成 却说城大雷拥着大厂坐在率岸之后 听着赵子龙汇报那一夜的战况 这么说来 你顺了一批兵器回来了 他们打得一锅乱舟 宋伯康急着追杀白礼圣 他们也顾不得我 我看不拿白不拿 索性就顺了一些 也没有多少 最多只能武装一千人 是不是不该拿 没有 你做得很好 不抢东西怎么能是山贼呢 不过这白礼圣究竟如何突的围啊 凭他的兵力未必能做到啊 白礼圣手下有一员大将 本事十分了得 如果没有他 白礼圣也无法成功突围 我与他交过手 不是他的对手 程大雷大吃一惊 能令赵子龙说出这番话 可极为不易 对方什么来历 白礼圣手下怎么会有如此大将啊 他起一匹九花马 用一杆金钻提炉枪 来历不知道 名字嘛 对了 我听见有人唤他 卢俊逸 呀 是他 大当家果然见多识广 竟还认得此人 也不过是有个耳闻而已 确实没照过面 程大雷随口说了一句 确实没想到 玉麒麟卢俊逸 竟投靠了白礼圣 如此倒也令事情多了许多变数啊 赵子龙虽强 但境界和卢俊逸差了一级啊 输在他手中不屈 行了 子龙啊 这趟你也辛苦了 回城之后好好休息吧 与卢俊逸交手过后 赵子龙方才知晓 自己与真正高手的差距 如此倒是阴影有所领悟 正需要一些时间来打磨功夫 一读经济 程大雷仍然留守朔方程 卧在率案后沉思 卢俊逸现身了 那照理来说 杨国忠也该来了 为何迟迟未见他现身呢 对于他的到来 程大雷啊 也不说是怎么期待 他真正在意的 还是那位祸国妖孽 自己有没有机会见着 就在这时阿苦打外边进来了 大奶娘 您让我查的事情 查到点东西了 哦 快过来讲讲 程大雷将阿苦从蛤蟆城 调了过来 让他的苦字队 撒出人手去查 看朔方程方圆之内 有没有方便动手的势力 派之队伍过去 抢一批粮食 以补充朔方程的消耗 查访了这么多日子 总算是查出几个目标 经过一轮筛选 最后的目标有三个 阿苦将地图摊开 在地图上标出三个位置 他们都在荆州 最远的是石门城 距离我们大概有三百里 驻兵三万 最近的是金沙镇 只有一百里 稍远些的是黑风寨 大概有三千人 黑风寨很富裕 抢下它 足够朔方程消耗些日子 程大雷最后选择了黑风寨 就黑风寨了 它在河边 咱们顺流而下 来去也快 我立刻就派人踩盘子去 大能家 这次行动就让苦字队做吧 速战速决 苦字队可以拿得下 经过一段时间发展 这苦字队人数 已经超过千人了 都被派到各地打探情报 如果算上各地 被收买的探子 人数要更多 你是情报工作者 你做好自己本职工作 就完了 那大当家准备由谁负责这次行动 程大雷想了想 最后决定 由善雄信带队 毕竟那是贼王啊 专业的事 自然要交给专业的人来干 为何要让别人负责 我明明可以自己去做呀 你回蛤蟆城传个信 让善雄信啊 点起一千兵马 前来协助我 是 阿库答应一声退了下去 心里却想 原来大当家也不安稳 阿库离开后 程大雷窝在城主府 研究黑风寨 黑风寨距离朔方城 百里有余 顺着大河往下走 不足半日便可到达黑风寨 那黑风寨老大 有个外号叫做混江龙 据说水性惊人 在此地颇有恶名 程大雷不由叹息一声 自己来到梁州 已经有些年头了 你说都是江湖通道 这混江龙 怎么也没想着过来 打个招呼 拜拜山头啊 那就怪不得自己了 啊 拜码头道理都不懂 那自己完全有必要 告诉你什么叫规矩啊 道德半夜 善雄信到了朔方城了 这是他第一次行动 那是展现自己能力的时候啊 所以整个人呢 十分兴奋 大当家 咱们什么时候行动 不如咱们立刻出发 天亮就能回来了 急什么急啊 船明天才到 咱明天黄昏出发 夜里动手 戴德次日 从蛤蟆岛运来的船 已经到了 共十艘大船 士兵全副武装 向黑风寨进军 黄昏的水面上 一艘大船被截在滩土 十几个凶神恶杀的大汉 蹭蹭蹭 窜上了船 望着抱头鼠窜的船夫 哈哈大笑 我们是混江龙龙老大的人 不想死的 都给我蹲下 为首大汉 将一名船夫的脑袋 就劈成两半 血喷了一脸 他却咧嘴大笑着 一个面白无须的年轻人 手持轻锋剑 被堵在了船舱之中 哥哥 我不会死吗 在他身后立着一个小女孩 年纪不过十一二岁 生得粉雕玉器般可爱 不怕 有兄长在 你死不了 年轻人把小女孩抱在怀里 用剑堵着门 不让水贼杀进来 可他并无多少武艺 再打下去 必定吃亏 据说这混江龙性情 十分凶恶 小妹年纪还小 若落在他的手里 定然要遭了毒手啊 年轻人咬了咬牙 将小女孩眼泪擦去 好小妹 莫怕 我不会让你出事的 他抱起小女孩 推开船舱窗户 一头就扎进水中 扑通扑通声响 不断有尸体落入水中 也无人注意到他 几个沉浮 他用力拍水 一个浪头打过来 就昏过去了 被水流卷着 也不知冲向何处 可是哪怕昏迷过后 他扔着一只手 紧紧抱着小女孩 不肯松开一丝 而此时那几名水贼 也抢了大船 正立在船头 发出振振狂笑 第六百三十七集 我家有个杨小妹 船队排成一次长蛇阵 分开水浪顺流而下 程大雷站在手船船头 身披血月披风 手里攥着匹肤间 身后立着背负的阴谋 左锤手站的是扇雄信 手握金顶扫阳朔 意气风发不可一世 扇雄信旁边站的是阿苦 这次行动 本不用阿苦亲自出马 蛤蟆城但凡有行动 往往是他将苦资队 得到的情报传递过去 最多派一两名苦资队 成员配合 但这次不同阿 这次是承大雷亲自行动 蛤蟆城也担心阿 他有个闪失 所以这苦资队队队 亲自出马 大难家 那黑风寨就在大河之畔 一山二里 属下也绘制了一份草图 我们趁夜发动弓箭 当有七成把握 黑风寨兵马数量要多过承大雷 兵力比达到了一比三 不过这次行动出动了承大雷和善雄信 还有个力大无穷的阴谋跟着 其实也没多少风险 唯一的问题是蛤蟆城不擅长水战 承大雷并没有积累这方面的经验 不过呀这问题也不大 这承大雷也没准备跟他们打水战呢 集中兵力夜袭 打对方个措手不及 几方派出三元大将 想来不会遇到什么困难 在距离黑风寨五里处 船队选择一弯曲的河道靠岸 再往近了 可就担心被黑风寨望风的探子发现了 当然阿贵已经提前派出人手 埋伏在黑风寨的周围 这个时间他们当已经开始清理 黑风寨外围的望风人员了 停船靠岸 战士打船上下来 在河滩上集结完毕 人人身穿黑色皮甲表情素目 那武器是统一的制式大刀 这一千人来自关于率领的余子军 由关于亲自传授无击刀 而关于一手调教出来的队伍 也继承了关于的性格特点 沉默寡言 目中无人并且十分刚猛 现在一千人立在程大雷面前 没有任何窃窃私语之声 千人一面千人一体 放在蛤蟆城内 若单论纪律性 这余子军当排第一 程大雷亲自练兵的机会不多 他多是作为精神象征的存在 此刻看着眼前这一幕 他不由得满意地点了点头 一挥手 出发 留下一批人看守船队 其他人随着程大雷朝黑风寨挺进 首先穿过一片密林 才能靠近黑风寨的大本营 此刻夜已经黑了 风呼呼地刮着 密林树梢碰撞 风中似乎隐藏着某种怪物的声响 这不是似乎的幻觉 而是确有其事 程大雷侧耳听了听 的确是哭声 你说这伸手不见五指的密林当中 突然响起一阵哭声 程大雷也一机灵了 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这帘子里会不会有什么狐狸惊啥的 我去看看 单雄信低声嘟弄一句 提着大朔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走去 程大雷撇撇嘴 这怎么半点大将风度也没有啊 就这种事明明派个手底下人过去就完了呗 主将贸然前往如若遭了埋伏 肯定会决定一场战斗的胜败啊 如此看来这善雄信想要领兵还需一番历练 不过他本身就是武艺高强 但没什么谋略之能啊 程大雷担心他出事 挥挥手 令士兵暂停脚步 自己跟隐谋也朝前摸过去了 拨开密林 前边啊一片空地上 杨国忠抱着小妹躲在树上 在大树下边啊 几只柴狗正发出阵阵吼叫 哭声就是杨国忠发出来的 他醒来之后发现呢 自己躺在一片滩土上 周围一片漆黑 身上又湿又冷 也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 只好啊抱着小妹身一脚浅一脚的就往外走 这也恰是野兽出来觅食的时候啊 杨国忠可就被几只柴狗给围上了 亏得他见机的快 抱着妹妹三两下就上了一棵大树 但这几只柴狗明显不想放弃口边的食物 嘴里边呜呜地叫着 几次纵阅 越来越接近树上的杨国忠 杨国忠心慌意乱啊 若年幼时曾学几日武艺 也断不会落到今日之下场 可无可奈何呀 百无一用试书生 自己抓着树干 心知啊撑不了多久了 情不自尽口放悲声 心想啊若此刻谁能出面救我一命 当劫草闲环报答救命之恩 相比之下他怀里抱着的杨小妹倒是镇定 此刻瞪大眼睛啊 一双眼睛孤零零直转 恰在此刻 程大雷三人先后赶到 杨国忠一看高兴坏了 好汉快救我一救 说完杨国忠就后悔了 因为面前这三人呢奇形怪状 瞧着就不像什么好人 那小姑娘啊模样倒是俊俏切 但背后啊背着一柄大斧 那大斧子感觉比他都大 那怎么看怎么古怪啊 程大雷听见这话 顺势查看了一下杨国忠的信息 看吧之后不由大吃一惊啊 善二爷 快快讲这几只畜生你赶走 山雄信挥舞金亭早阳朔就扑出去了 他还是拖大了 就这几头柴狗论速度论力量 那可不是人类可以抗衡的 也就是仗着手中的金顶早阳朔厉害 才没吃亏 这几头畜生啊也不想放弃到了嘴边的美食 有一只绕到他的身后 朝他后脖梗子就扑过来了 颜某反应极快 上前一步抬手拽住了柴狗的尾巴 狠狠那么一甩 就直接把他砸死在一块山石上 这只柴狗啊顿时脑僵崩裂 这一幕可是吓惨了杨国中了 谁能拖得起一只百十来斤重的柴狗 还在空中轮了个圈啊 这女孩看似瘦弱 但不是天上下凡的神人便是黄泉之中的魔王啊 程大雷三人各自出力 总算把几头畜生赶跑了 阳国中靓静着打树生掉下来 膝盖都有些发软 程大雷赶紧上前把他扶起来 哎呀 先生如何行此大礼啊 不至于不至于 大王绕命大王绕命 我们身上没有金银 只要大王肯饶我们兄们一命 来时当牛作马报答大王 他怎么知道我是山大王 我这脸上就没刻字啊 程大雷摸了摸鼻子 他也尾时小看自己了 这程大雷生的是虎背熊腰 凶神恶煞 无论认谁啊一大眼 那肯定不是好人呢 程大雷倒不是很在意阳国中 他手下虽然缺少谋士 但他毕竟不是一个有上进心的人 他的注意力还是落在那小女孩身上 黑暗中两个人大眼瞪小眼 各自沉默 程大雷懵了 这就是那位羞花的美人嘛 这年纪瞅着有点小啊 第六百三十八集 混江龙 却见眼前这小女孩啊身上穿了一身秀容的花袋 看模样也就是十一二岁 现在身上湿漉漉的 脸上还挂着泥泞水草 那模样是着实狼狈 但哪怕如此装扮 却也是粉雕玉琢般的惹人怜爱 姓名杨小妹 年龄十二 技能五 隐藏属性五 死子尚未成年 目前能阅读到的信息也就仅仅有这些 至于隐藏属性和技能 有可能随着成长获得呀 程大雷心里边有点含糊 那也不敢确定她是否是那位传说中的人物啊 如果真是那位 那潜质至少得是传说级 有可能比刘关章的潜质更高啊 程大雷心头闪烁 一时间没回过神来 倒是那小女孩儿款款开口 我与家兄乘穿寻亲 途中遭遇强人才沦落到此地 幸得先生相救 多谢先生的救命之恩 啊 好啊好啊 程大雷虚伪地应成两声 问明被二人来历 这杨国中兄妹乃是荆州人师 出身也是豪门世家 不过后来啊 家到中落 渐渐落魄了 这次是打荆州到梁州寻几位亲人 程大雷也知道这是系统安排的人物背景 倒也没深究 他心里边琢磨的 是杨国中师自己召唤来的 当然要归附自己 于是开门见山 某家正是蛤蟆城的程大雷 既然你们走投无路 我愿意收你们二人在我麾下 你们可否愿意啊 不说这话还好 一说这话杨国中苦同就跪下了 就连刚才还镇定自若的杨小妹 也是满脸紧张 怎么的 你们不愿意啊 这个 那个 杨国中吞吞吐吐吐都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了 但对程大雷嫌弃的意思十分明显 这程大雷莫名的有些恼怒啊 啥意思啊 你一个反面角色凭啥看不起我呀 难道我的名称已经遭到这种地步了吗 程当家无怒 先生与我有精明之情 本该粉身碎骨局无二话 不过 我的父母都死在强人的手中 杨某虽然无能 却也知道为父母报仇的道理 等我杀了仇人报仇 再投靠在程当家麾下效力 你说的那伙强人什么来历 听他们说话 当是黑风寨的山贼 那可再好不过了 今次我就是要找黑风寨的麻烦 等我平了黑风寨的贼人 岂不就等于为你们父母报仇了吗 你们正好投靠我 杨国中面露苦涩 他这番话明显是托辞 他的父母早已病故 哪是死在山贼手中啊 从他本心出发 他并不愿意投靠程大雷 当山贼那是给祖宗蒙羞的事啊 更何况投靠程大雷啊 谁知自己编了个缓 话刚出口 正好被程大雷给截住了 如果自己再拖拖拉拉 很明显这程大雷也不是个好说话的主啊 程大雷啊 瞄了这杨国中一眼 确实也不知道他心中啊 到底在想什么 关键是程大雷知道自己名声超啊 但毕竟不清楚到底有多抽 这杨国中不过二十出头 已是绝世人物 程大雷对他印象也不错 有了他的投靠 山寨必然也能多一份助力 程大雷心中也高兴 与大队会合之后 队伍继续朝黑风寨进方 一水绕山而过 夜晚发出花花水声 水边就是黑风寨 黑风寨里三千多人 老大混江龙更是恶名在外 方圆百里无人敢惹 话是如此说 但韦石也是方圆百里 没什么势力了 而把目光放到百里之外 便有荆州的禁卫军 梁州的宋伯康 还有个程大雷 如此 这混江龙也不敢太猖狂 而他也有他的烦心事啊 归下三千人 无论如何 也是一股不小的势力 免不得就遭到 其他人的忌惮和际遇 已经有数位诸侯有意招揽他 梁州 荆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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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人过来谈条件 今夜这混江龙正好和军师 正在屋中谈这件事 那梁州王已派人屡次三番前来 若我们再不随他的意 怕他便要兴兵来讨伐 开口的这军师名叫周三两 有个外号叫做绿头营 平日里武文弄墨 被混江龙引为智囊 混江龙一听军师的话 不由叹了口气 官家 官家 咱们这条命迟早都是官家的 唉 可是那宋伯康心胸狭窄 未必容得下咱们兄弟 咱们真归顺了他 谁知道前程如何啊 这周三两也是无语常谈啊 山贼这行其实不好混 世道太好了不行 那官家时不时来搅你一次 东躲西藏的 世道太差了也不行 世道太差了没人可抢啊 混江龙在山贼这一行还是有些天赋 靠着心狠手辣四个字 百里之内被他搞的都没了人烟了 刮第三尺 山寨里搜刮了一批粮食 这可相当于是合则而鱼 是焚鳞而裂 现在周围没啥好讲的了 就算归顺官家也并非坦途 昭安之前自然许下各种条件 可一旦成了人家手底下的兵 天底下有几个人能看得起山贼啊 这便是混江龙如今的烦心事 在他面前两条路 哪条路也不好走啊 最后他狠狠一咬牙 赵安 赵安 周他娘的鸟安 宋伯康真要动兵 我都看他有没有本事 拿下我这水寨 说这话混江龙是很有自信心的 黑风寨依水而立 山寨中多被陷阱挪见 而且还有一条直通混江龙卧房的暗道 实在守不住他还可以逃生 做出决定之后 混江龙倒是平静下来了 仔细想想啊 还是当山贼痛的 大碗喝酒 大块吃肉 架起铁锅 靠的哪 看上谁家媳妇就抢过来 也不用受谁的窝囊气 这混江龙原本是军中的一员小卒 因为得罪了上官 这才逃出军营 拉起一只人马巨翼 尾时是过了好几年痛快的日子呀 而他在男女知识上又很随便 现在山寨里边还有七八位压寨夫人 那都是打周边抢来的 从开始到现在 他也不知啊 掳过多少女子 有些个性情刚烈的 直接碰壁就死了 有些的是被他摧残至死 现在还活着的这几位啊 要么是被他糟蹋之后 发现心里人生 甘心做他的压寨夫人 要么就是既不愿意接受现在的生活 也不敢寻死 只能挨着现在的日子 阿苦打探到的情报 只是说混江龙此人好色 对于他的生活作风 程大雷还真不了解 不然的话 程大雷会发现 当山贼还有另外一种人生 第六百三十九集 夜袭黑风寨 程大雷登高望远 借着微微月光 黑风寨的地形尽收他眼底 整座山寨是三面环水 背靠大山 围着河滩一圈炸来 只有一座吊桥与外相通 寨门上有站岗的楼落兵放哨 周围四座建楼 此刻都亮着灯笼 上边有警戒的山贼 程大雷看了看不由暗自点头 尾时也不能小看这混江龙啊 黑风寨一手难攻 还真是做险地 当然混江龙能聚集三千人马 在此地为非作歹多年 自然不是什么一语之辈 蛤蟆城的人马扎下 与黑风寨隔阂相望 阿苦摊开了一份地形图 大能家 您看 这座吊桥是黑风寨正面向外的唯一通道 现在我们被水拦着 如果要强行渡河 必然会被山寨的岗哨发现 不过苦思队打探到后山有条小道 是山贼偷偷下山用的 我们可以从那里通过 此刻绕到后山所耗时间太多 但从正面突破明显又危险 程大雷皱着眉 盯着黑暗中的黑风寨脑海里思考对策 他自然不可能被一条河拦住 不过强行突破必定伤亡惨重 程大雷再思考一个把伤亡降到最少最低的办法 此刻杨国中突然开口 大当家 我倒是有条计策 啊 你有什么办法呀 杨国中是个狠实实物的人 假若自己挣脱不了程大雷的控制 那么就该及早表现出自己的价值 如此才能换得更好的待遇 黑风寨背靠大山 三面还水 以稳妥起见 当肉到后山从小道突袭 若大当家想要强攻 我不信黑风寨的防御没有破绽 我们当找到他的防御死角 选一二百水性好的人 求水而过 搭好福桥 一千人强攻而入 杀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程大雷看了他一眼 也不得不对着杨国中刮目相看 不愧是出场变爵士 还真不可小觑呀 杨国中尾时算不上什么奇思妙想 可这便是战争 审明局势之后 选择出最优的策略 就按杨先生的法子 阿苦 黑风寨哪处防守有缺呀 阿苦也没辜负程大雷信任 关键没在杨国中面前丢人 他抬手一指地图上的一处 这里只有一座剑楼盯着 只要将剑楼上的哨子除掉 这就是一处防守空白地带 嗯 转移阿苦带队 宇轩人一声不吭地开始转移 在阿苦带领之下 去往合适的战斗位置 杨国中回头看着这支队伍 上千人沉默人 除了草木琵琶被踩碎的声音 没任何其他剩下 甚至呼吸都趋于一致 这是一支怎样恐怖的队伍 而当这一千人扩充到一万人 十万人 又该是可步到怎样程度 程大雷在江湖上恶名远播 却也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凶恶 另外还因为他手上有一支战无不胜的蛤蟆军 天下大乱诸侯相争 这天下会烙在谁手里还真人不好说 目前程大雷还未露出麟角之象 可他手中有一支这样的兵马 未来的天下未必没他的份 倘若自己能从中相助 有扶龙之功 未来封疆裂土 重整家族荣光也不算痴心妄想吧 相比之下当山贼的骂名就显得没那么重要了 只用了半个时辰 队伍便转移到位 过程中也没惊动黑风寨的守卫 不知该说黑风寨疏忽大意呀 还是该说程大雷队伍周转如意 上千人在黑风寨外边兜了一圈 都没被站岗的哨子发现 阿古指着远处说道 大能家 那座县牢是我们唯一的麻烦 只要除掉上面的山财 这里就无人防守 关键是如何除掉他 程大雷顺着他手指方向望去 见箭楼上亮着灯笼 他一晃脑袋 你哪有那么麻烦 等着啊 我去除掉他 你们等我信号 大能家小心 阿古下意识开口 却见程大雷人已经窜出去了 两三丈的河面点水而过 几个纵月间跨过河面 翻身越过乍乱 潜入了黑风寨中 程大雷刚刚还说人家善雄性 号称匹夫之勇 没有大将之方 事实上他也没好到哪去 一个人单枪匹马闯入敌军老巢 也亏得他有一身好本事 否则后果真不堪设想 却说这程大雷啊 如一只黑鸭一般盘旋着就上了箭楼 那箭楼上瞭望的山贼根本就没有发觉 这一幕可吓坏了远远看着的杨国忠啊 大当家竟还有这样本事 阿古没搭理他 挥手指挥着手下士兵开始准备渡河工具 无非就是临时把草木搭成法子 求水而渡 上千人一起动手 这事倒也没什么难度 相比之下 阿古更像是这次行动的指挥官 山雄心手握大朔 就等着冲入是敌寨大厦一通了 程大雷此刻以默不作声地爬上了箭楼 拔箭送了那探子的性命 伸手就抄过了他手里的灯笼 在空中晃了三花 得着信号 阿古立刻展开行动 把法子推入水中搭成浮桥 一队人一队人打浮桥上经过 拔掉这座箭楼之后 此地可就成了防守的空白地带了 稍微动静大点也不惧被人发现 等众人都登上河岸 立刻用大刀砍开栅栏 一千人长驱直入 程大雷站在箭楼上观战 箭涌入山寨后 一千人迅速分为挤兑 一队人去抢占粮仓 免得黑风寨的山寨走火入魔 一把火再烧了粮仓了 一队人呢去占领营房 另外单雄信带着一队人去找混江龙单挑 他也明白秦贼先秦王的道理 只要除掉这混江龙 黑风寨内的山贼必定大乱 有多人都白给 敢他们也不比 敢几只猪坤呢 一时间黑风寨内喊杀声四起 一众人是一边杀着一边喊的 老子是蛤蟆成蛤蟆大王的队伍 不想死的都把手举起来 却说这混江龙啊刚躺下 还没睡着呢 就听外边乱哄哄一片 蛤蟆大王这四个字让他胆战心惊 衣服没穿好到床上就蹦下来了 抄起自己的鱼叉朝外就走 他一出门正好和找过来的 善雄心呢撞了个正招 善雄心赤发蓝脸真如怪物一般 对 你可知那混江龙在 第六百四十集 大祸丰收 却说混江龙一开门就看这个蓝脸大汉站在门口 他怪叫一声提着鱼叉就扑上去了 贼人去死吧 啊哐的一声 两人兵器空中狠狠碰撞 善雄心却暗吃一惊 此则竟然如此了得 这混江龙心里边也十分震惊啊 他擅长水下功夫 不下功夫其实比不得善雄心 如此双方刚一交手他心中就怯了 传说那程大雷手下强降如云 也不知面前的这位是哪一位 那程大雷今天又倒没倒啊 周围啊都乱糟糟的 也分辨不出敌人有多少 可混江龙知道再打下且自己必定吃亏啊 说时值那时快 眨眼间双方已交手数个回合 这混江龙勉强撑着不败 忽然间他跳出战团之后抬手一只远处 我家大能家去那里逃了 善雄心朝他手指方向看了一眼 黑洞洞的也看不真切 回过头来眼前却不见了混江龙的身影了 善雄心却也不是傻子 只是这些机灵轨道的东西他不擅长而已 此刻他已然意识到自己上了当了 哇哑哑一声怪叫 提着兵器寻混江龙的踪迹 可周围一片乱沙 哪又能轻易找得到啊 有怎样的首领必定会有怎样的手下 混江龙知难而退 他首先人也好不到哪去啊 这战斗啊才没多久 就已接近尾声了 倒不是说蛤蟆城的兵力啊有多强的战斗力 这自然是一方面 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因为 程大雷 银谋和善雄心这三人 程大雷自不必说呀 那善雄心却也是单打独斗的好手 而银谋啊力大无穷 那是可以啊拎着敌人身体当武器的存在 黑风寨控制不住 这三个人可就注定了他们的失败了 更何况他们的指挥官混江龙也是临阵脱逃 根本就没有人将他们有效的组织起来 于是一面倒的情况就出现了 程大雷一方啊几乎在全员无损的情况下结束了战斗 最后歼敌数百俘虏敌人七八百重 剩下的人更是从各个方向做鸟兽散 黎明时分 程大雷令杨国中清点这次战斗的战利品 兵器若干粮草不计其数 另外啊还有几十艘大小不一的船只 黑风寨在此地盘缓多日 看似强大 但却是以攻变破 战斗的顺利程度尾时是让程大雷没想到啊 单雄心一脸凶狠的表情说道 大脑家 这些俘虏怎么处理 干脆杀了 不留后患 程大雷白了他一眼 其实在如今中程度这个很是稀缺的品质 一般谁给碗泡饭吃他们就会跟着谁干 混江龙这批手下未必没有他从别处劫来的 现在他们跟了程大雷 那自然也不会有什么意见 也许还庆幸报了棵大树 俘虏粮食武器能带上的都带走 剩下山寨一把火烧了 程大雷干净直接地下达命令 是 大脑家 目前属下还有一件小事 不知该如何处理 啥事啊 程大雷啊 奇怪地看了阿苦一眼 发现阿苦目光闪烁欲言又止 似乎有些话不方便当着众人的面讲 走 你待会看过去 阿苦带着程大雷来到一个屋子前 打开大门恭恭敬敬朝程大雷摆了摆手 大脑家醒了 程大雷迈不就进去了 然后蹦就跳出来了 这啥情况啊 却见这屋子里边有七八个女人 都是衣衫不整披头散发 属下打听过 那混江龙好色如命 这些人当都是他掳来的女子 他们都是从床上被拉下来的 属下把他们关在这里 所以他们现在都是这个样子 大脑家 这些人该如何处理啊 这 程大雷违时有点为难了 他走到今天也算是大战小战无数 但从来也没抢过女人呢 也没处理这方面事情的经验呢 这一般都是怎么处理的 大脑家可以把他们拒为己有 传出去也不算什么 阿苦有句话没说出口 反正你程大雷的名声啊 也不差这一点 程大雷心中一荡 他有点动心 不过也算是见过世面的人物了 这些雍之俗粉也不会被他看在眼里 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法子 也可以将他们赏给手下弟兄 或者是将他们遣送回家 不过这些人恐怕都无家可归 即便回到父母身边 对他们来说也未必是件姓氏 程大雷点点头 明白阿苦话中道理 这时代女人的身份极低啊 和牛羊马罗这些畜生没什么太大区别 都是可以被看作是男人的私产 许多诸侯是妻妾无数身边美女如云 奖励首线的女人的事情呢也经常发生 这样一个世道男人活下去都难 更何况女人呢 那这事你办吧 就赏给这次有功之人 乱世如潮 谁不是这洪流中几根扶平微末呀 就连程大雷也是身不由己 那隋伯逐流也是没办法中的办法 一场大火从山寨中燃起 借着尘风之威火势越来越大 这时候程大雷已经啊驱着船满载货物踏上归城 大门被推开 混江龙打山寨中跑出来一头扎进水里 大口大口的喝水 回过头整座山寨已成了一片火海 辛苦多年打下的基业复支东流变成一片灰烬 昨夜他见机的快逃入卧房的暗道之中 如此才逃脱一条性命 但那暗道啊并不是向外 只不过就是卧室下边的一个地窖 听到外边动静小了 他才打这地窖里逃出来 可山寨化作火海了 大当家 大当家 草丛中涌出一个个人来 他们都是昨夜逃走的 其实也没逃多远 都藏在山寨外围 直到此刻看见他们大当家的混江龙 才敢现身 黑风寨的三千兄弟 此刻就剩下他面前不到五六百人了 其他的是死走逃亡 要么也就成了程大雷的俘虏了 绿头营颤尘巍巍过来就问 大当家 咱们接下来该去哪儿 程大雷 此仇不报事不为人 混江龙咬牙切齿向天咆哮啊 他第一个念头就是找程大雷报仇 但其实他也报不了仇啊 想了想他无可奈何的一挥手 走 好